對,他迷路了 他就在那個廢墟裡面迷路了 然後他就晃啊晃啊晃啊 然後就發現,欸? 旁邊就是有一個亮亮的地方 他就往那邊走過去 他發現那邊有一個仙女在那邊 他又被關在牢裡了 有野人嗎? 老人 他看到一個仙女 然後那仙女就在那邊 然後他就問那個仙女說 欸仙女你知道到底要怎麼離開這個地方嗎? 然後那仙女說 我知道啊 而且我還知道怎麼讓你的Wi-Fi恢復哦 哈哈哈哈哈哈 他不是投意 居然 穿越了穿越了 你穿越了 給你特殊電話 拜託他是仙女欸 然後小熊貓就很開心 他就想說 喔真的嗎?真的嗎?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恢復啊? 然後那仙女就說 嗯,在他之前呢 你要先跟我比個賽 你要先跟我經濟一下 你要硬著我我才會告訴你這個方法到底怎麼辦 嗯 然後於是呢 他們兩個就決定來比賽 呃 呵呵呵 我現在要換名字 比什麼呢? 他們決定來比賽 看誰可以把石頭在打水票的時候打最遠 什麼 我怎麼打 哇 水票欸 哈哈哈哈 不是 打水票可以在池塘打啊 哈哈哈哈 他們在廢墟裡面有一個就是有一個水池 有一個很漂亮的水池 呵呵 然後那仙女就說 我們就來打水票 說你是一個力大無窮的小熊貓 那我們就來看看你打水票可以打多遠好了 然後就那小熊貓就很認真啊 然後就先打 打打一個 然後兜兜兜兜 打超多下 然後想說大概打五六個 他就說 喔我贏定了 然後那個小仙女就說 嗯 好啊 那現在就換我了 對吧 然後就很開心拿一個超大顆的石頭 然後站在那個小熊貓後面 然後一丟 然後那石頭砸到小熊貓 結果小熊貓就昏倒了 哈哈哈哈 然後 計畫通了 他算結局囉 快斷他了 趕快斷了 趕快斷了 我沒通斷啊 他昏多久 他昏多久 沒有他就昏倒了 然後 結果下一個 小熊貓醒來的時候發現 欸他在家裡面 他已經昏很久對不對 沒有他一下就醒來了 他不知道他睡了 欸 他都知道他 他不知道他睡了 這可以啊 這其實可以啊 不是他要請來 確定時間才知道他會有多久嗎 他就醒來之後發現 欸他其實躺在床上 然後想要看一下外面 啊 外面 外面居然還是 還在風暴 然後他的網路還是沒有好 他又覺得很難過 然後就下樓之後就找到 他的 他的同居的那一棟的 呃 好朋友們 就去跟他們 對對對 他就原本就在死喔 他就往樓 拉回來了拉回來了 對 往樓下走 然後問一下 欸往樓下走會走過什麼 樓梯對不對 樓梯嗎 樓梯對不對 樓梯 然後走著走著走著 突然他又醒來了 他醒在一個井旁邊 廢墟的井旁邊 樓梯 樓梯是現實世界啊 樓梯 然後仙女就問他 請問你剛剛丟的是 金色的石頭 還是銀色的石頭呢 然後小熊貓 很誠實的回答 說銀色的石頭 然後仙女說他不誠實 把他變成一個 呃很醜 你說變變變嗎 好來來來來 再來再來 好變形了後勒 把他變成一個很醜 是不知道你剛剛講什麼 他只講很醜而已 就把他變得很醜 然後小熊貓 欸 欸 欸 被狼打倒力大無窮 打倒巨人又打倒 好像是打倒氣概的小熊貓 四頭都是傻啦 哈哈哈哈 他是從四頭走到樓下 都發現一個 他只是一直沒有WiFi 所以他只要穿去 有發現一個景 他只是又醒來了而已啊 只是又醒來了 然後變醜了之後 女巫決定放過他 然後讓他死了啦 女巫 仙女 講錯 仙女 仙女 放過他不想理他 他繼續做他的事情 他還不想 因為他覺得說 他覺得他的水漂 應該打不過他 就故意讓這個方法 然後讓他過了全部的事情 他還忘了自己要修WiFi了 他其實是網路工嗎 哈哈哈哈 但是工程師 然後就走掉了 然後小熊貓就 小熊貓只記得一件 就是要把 要去找那個小王子 變醜了 一份小熊貓 對 另一個時空 另一個時空 然後就繼續走 繼續走 然後這邊 突然看到 等一下 我要先提醒一件事 現在的世界應該還是在 那個 就是我住四樓的那個世界喔 很不 你要想辦法先回去喔 你要回去是不是 你要回到 對你要想辦法回去喔 因為現在的世界是WiFi修好了 小熊你修好了 但是我回不去喔 然後 欸 然後他就 因為他剛剛被 才剛醒來 其實頭還是有點痛 然後他就懵懵懂懂的 就 突然掉進那個井裡面 哈哈哈哈 然後 然後醒來之後發現 來到全夜叉的世界 哈哈哈哈 開始收集四魂之獄喔 開始了四魂之獄 開始了四魂之獄了 然後 叫他醒之後 他醒來發現 他們 他們 他們已經到了那個 回到原本的世界 可是是那個 馬桶 不是馬桶 那個 有沒有一個人被插在樹上 白頭髮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只要是把他劍拔錢 王后 王后因為看他昏倒了 所以帶著他 就是 繼續往前走 然後他們 來到有一個 守衛 所 站崗 小王子在哪裡欸 小王子他在高 一個守衛的高塔裡面 有守衛站著高塔 有天空嗎 小王子 王妹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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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才剛從 打倒巨人救回小王子 而已嗎 王子 然後之後就沒有 沒看到小王子 沒有看到小王子 沒看到小王子 是打倒巨人而已 看到女巫死掉 可是沒看到小王子 據說是被 被女巫抓走 但是 沒看到小王子 那你隻馬勒 馬就 馬就走啦 會講話的馬就走 馬就走 路人甲路人甲 路過的路過的 路過的 然後 那個什麼 然後 守衛就是 傑哥說想斷 傑哥說想斷 想斷斷啊 你可以的話就斷 那一個小王子是小偷 哇 偷WIFI嗎 偷WIFI 偷電燃 偷電燃 小偷然後咧 他送給黃 怎樣 這樣 他送給黃後的東西呢 是一把會塑化的劍 哇 真的各種會講話好恐怖 然後 這一把劍呢 可以當作 WIFI的電線 等一下 我問一個問題喔 他記得那個戒指 不是那個禮物嗎 不是 被斷掉了 被斷掉了 這樣現在還合理吧 可以可以可以 會塑化的劍 有 有卡通撥過這樣 有 對 還什麼王的 啊 怎麼了 會說話 然後 東西說話也太膽了吧 然後抽卡了啦 你剛剛不是說那是網路的什麼嗎 對啊 他可以當網路的什麼 色情守門員 他可以當作 防火牆 電線 電線 什麼 天線還是電線 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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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插在哪 你說WIFI機上面那個角角 石中鍵就是這樣來的嗎 原來石中鍵是天線啊 你回去找 跟小王子 跟小王子 分離 然後回去找 黃昊 他找黃昊 然後把他那個禮物 拿回來 哪個禮物 你說 那把會塑化 然後其實那個會塑化件 原本是他在 限制世界 WIFI的 的天線 會想氣的天線 而且小王子為什麼要去偷那個 他還沒講 沒有講原因 我們只知道小王子自己要想偷 買伏筆 傑克會講完的 對傑克會講完 我講過完 我講過完 蛤 蛤 你都是給別人台階下的 你都是給別人台階下的 所以小王子失聯那麼久 去偷了一根他不知道要幹嘛的天線 那根天線是一隻會講話的劍 對 對然後他原本要送給皇后當禮物 已經在皇后那邊了 小熊貓脫脫的 把那個禮物 把那個禮物 偷回他的小屋裡面 然後他從窗外出去 窗外看得到天空嗎 天空好難喔 窗外卡到屋裡 然後把那把線 插在他的天線上 不過他摔傷了 蛤 沒有摔傷了 不是已經有人受傷過了嗎 摔下來中間是會飛 不過我過了幾天他又彷彿了 然後我不會掰了 然後你不會掰了 好 可以反正 他等於算是幫我們把事件都先做一個了結 現在是全新的 你要什麼掰都可以了 好 所以換誰啊 所以他現在在哪一個世界 他現在在穿越世界裡 喔 零時空 對 對但是呢他已經找到了可以恢復WiFi 的網路的東西 所以小熊貓已經結束了 還沒去找皇后拿不是嗎 他還沒 對啊 沒有他已經偷到了 偷回來了 然後插在他的小屋上 對然後不小心在插的時候疊下去 然後就康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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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時間飛越了你可以了吧 時光飛四四四 時間飛四四 對啊 好換你了換你了換你了 換你了換你了 換你了換你了 換你換你了換你了 換你了換你了 給你接給你接 就是呢 他 欸 有沒有總結一下 很難喔很難喔 這是有要先講有一個四樓的小包呢 他沒有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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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他 腳步 他就是要去找小王子嘛對不對 他已經找到了 他已經找到小王子了 打敗巨人打敗女巫 後來找到了那個 沒有女巫一開始就死掉了 女巫死掉了 對對對 後來呢不知道為什麼找到了小偷 不是小偷就是小王子本 小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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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他說他那個送給皇后的禮物 是一個會說話的劍 然後就把他偷回來 對 然後放在自己 這個 小屋上面的 欸 屋頂上面 當天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然後呢 然後呢他現在正在屋頂嘛 對 他摔下來 他摔下來後來康復了 時光飛是康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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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呢 他就覺得 聽 因為他那個會說話的天線 會講話嘛 他被插在屋頂上 他覺得很無聊 他就一直吵一直吵很吵一直吵 然後呢 然後呢 他就那個小 那個小熊貓吧 是熊貓買錯啊 對熊貓熊 立大無窮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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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醜囉 哈哈哈 你不要強調這個 哈哈哈 他再去旁邊的河流 欸 打水漂 哈哈哈 旁邊的河流 欸 是大水漂 這邊 欸 沒有想要 游泳嗎 他跳下水裡面 把身體先洗乾淨 好 隨便來去跟那個 那個天線的辯論 為什麼 哈哈哈 所以 就走到屋頂上去 然後就把那個天線拔下來 跟他開始吵架 哈哈哈 吵一吵呢 那個 那把劍 然後 然後也開始很認真的在吵 吵到最後 那個天線不知道哪來的一股力量 就把那個小熊貓怎麼 帶起來 哈哈哈 飛去啊 飛去哪裡 飛到哪裡 飛到不知道去哪裡了 阿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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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平氣了你們在那邊小偷 可惡 哲平氣了你們在那邊小偷 可惡 哲平氣了我都帶他回去 我快要講到他可以 哲平氣了他下樓問到借到別人WiFi 我故事就結束了多完美啊 哲平氣了我也可以解除詛咒啊 哲平氣了我本來說 因為那個小偷的關係要把他關到這個地牢 然後他就可以永遠的把他幹嘛 他永遠不會離開自己的視線 哲平氣了 哲平氣了我一直當他說 當防火的牆有沒有 哲平氣了有沒有 哲平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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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狂分享 真的 我覺得 我覺得剛弄個獎品給到 我覺得很扯 這個畫這個很麻煩 你說最後這一次的嗎 對啊 就這一次 這一次超長的你不覺得 超長的 一直被打斷 對啊 所以是 支線超多的 這次吃的卡片大家幾乎都有出 還有51張欸 而且還全部只多兩張欸 對啊 唉 我只差一張 好累喔 好累喔 今天幾點啦 是不是 剛剛差不多了 剛剛差不多了 好啦休息了啦 沒想到這遊戲真的那麼白痴 我覺得我們前面幾個故事也都蠻扯 前面幾個比較短篇啦 對 又被我接掉 對啊 你都好順喔 對啊 好啦 那就下一次有機會再來玩啦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播廣告 記得喔 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這草地上的熊貓 對啊 感謝各位 啊 這邊不能幹嘛 感謝大家收看啦 不過廣告啦 這個 金華 我知道 不知道怎麼撿欸 好啦 之後再看看吧 感謝各位收看啦 喜歡影片幫我點個喜歡 想繼續看就幫我點個訂閱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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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應該不會有野人啊 因為好像有兩個人缺席 掰掰囉 喔 大家 請幫我點個描述 噢 你們 我覺得 有些細心 我們分享 比如說